来,董先生君,15日之内,上面写的有在什么地方叫罚款,还是这个二维码,少二维码也可以叫,不然一字马去 等会儿,如果你自己犯了法,你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 你自己犯了法,违反了交通规则,你会不会承担自己的问题?问一下 我犯了什么法吗? 接安全带了没有? 我刚刚起步还没接 刚刚起步,上车着火了,走一下就接安全带,你记了没有? 我没有啊 没有,为什么自己不开罚呢? 我怎么开罚呢?我刚刚起步啊,正准备记啊 刚刚起步,车已经走了,我不喊就走远了,准备,什么叫准备 你觉得有问题,你告诉我就行了 我告诉你,我说道理啊,对不对? 你等会儿,你把自己的罚单先开了再说 我开不了自己的罚单呢 我开不了自己的罚单呢 你就是王法,对不对? 我不是王法,我不是王法 我不是王法 我不是王法,我肯定不是王法呀,我是执法者 你是执法者,执法者,你执法犯法怎么办? 执法犯法,我正准备降宣戴啊,这是第一,第二 正准备,这东西正准备,我这车停服务局,我就是停到服务局,我就是踏反馆头来 你为什么要开罚单呢? 什么时候你自己把自己的罚单开了 你们的法律,中国法律就是为,就是为,就是为,就是为欺负外地人,对不对? 这里刚下过雨,你们你们听得很清楚吧? 反馆头要走到服务局,我们进,跑一会进服务局都要擦反馆头 你应该给个警告出没,这是应该的 所以呀,二十只两个人把他罚款,处罚二十块钱呢? 所以呀 这是处罚,不是警告 这因为进服务局的,就是十多车擦车的 看到没有,你说哪个车不是这样的? 那车是哪样的吗? 反馆头,你看看,你所有路上现在跑车,你看看 因为他刚下过雨,反馆头就不可能完全有一个不干净了 我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 你刚才解释了,就是这个问题 我已经 反馆头,不是这两百人的罚款 这个就不要紧,罚多少钱不要紧,讲道理就行 如果你罚了我的钱,如果你犯了法,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会给自己开个罚单? 你是执法者 这个都不管事 不管事是吧 刚起步了,已经走了 我把你喊停的 我当时都录着了 我都录着了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应该你就是 跟你法律,你是懂法的 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我懂法 这样 你觉得这个雨季,不管都十分钟,再去看反馆头,它也是脏的 见一个不去见一个,差一个,它也是脏,这都没办法 这个不一样的罚多少钱,二十至两百,寄两分 你觉得罚多少,两百 为什么要罚两百? 因为执法犯法 我刚刚起步正准备进 这样,顶满 我告诉你说,执法犯法就是顶满格 没有宽度这一样 这个我先跟你说,这个我懂 如果是我,你可以罚我两分,罚二十 因为咱们每天开疏,这个可以理解 反馆头,葬了,罚二十,应该 谢谢你的提醒,好不好 以后我一定注意,好不好 这个确实有时候有一点疏忽 对吧 这是我自己的罚了,两百元罚款,七两分,好不好 行行 好 退 tarde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